7月12日,星期二得到 早晨,我是新聞報道員,小碧 頭條是金管局人行貨幣互換協議 專家說這舉動是陰光香港,送錢給中共 7月4日,香港金融管理局公布 將優化與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互換協議 改為常備協議形式,不須續期 規模並由原來的5,000億人民幣或5,900億港幣 擴大達到8,000億人民幣或9,400億港幣 政治評論員潘東海接受記者訪問時,認估貨幣會換協議 持續將香港作為一個提款機地用 循序漸樽有規律地陰光香港 獲香港人錢去救中國的內地經濟 另、金融專家分析称,由於港元和美金掛鈾 換句話說,如果將9,400億港幣換成人民幣 就等於將1,200億美元送給中共 金管局總裁謝偉文在7月4日新聞稿宣稱 所謂的優化與人民銀行貨幣互相的協議 以及金管局人民幣流動資金的安排 包括擴大規模和簡化程序 可以確保香港作為離岸市場 有充裕人民幣流動性 進一步鞏固香港發展離岸人民幣業務獨特優勢和領先地位 這些具體內容將稍後公佈 另一方面,中國人民銀行宣稱 擴大協議互換規模可以進一步深化中國大陸和香港金融合作 更好支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 推動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穩健發展 除此之外,人民銀行則稱 累計與四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中央銀行 或貨幣當局簽署過 雙邊本幣互換協議 而今次就是人民銀行第一次簽署 常備互換協議 意味著協議會長期生效 不需要定期續簽 以政治評論員潘東海接受訪問時 認為,貨幣互換協議是一個持續的政策 長遠來說是要弱化香港的金融體系 以及支持人民幣 簡單來說,就要將香港作為一個提款機 不過,循序佔將有規律地陰降香港 不會馬上玩完 長遠地拿香港的錢去救中國大陸經濟 關於金融規模有五千億人民幣,擴大到八千億人民幣 潘東海就估計,一時間就沒有實質的影響 他又指出,人民幣在可見的將來也不會國際化 因為中共實施資金管制 而政經評論員李西文在接受訪問時就說 人民幣不是自由流動和自由退換的貨幣 根本就不需要貨幣互換協議 他就認為,協議只是為了滿足人民幣國際化路線圖 做了協議就當成功了,其實是沒有實質作用的 他又指出,人民幣離岸市場非常小 比較好聽的說法就是,它只是一個managed market 即是說,這是一個管控型市場 資深傳媒人何良茂在他的網台節目就形容 金管局這個舉動就是尼貓換太子 香港政府庫房裡,超過1200億美金的外匯儲備 有大概25%外匯儲備,一下子透過這種互換方式 而被中共套走了 而何良茂的節目嘉賓,金融界人士Mr.T 就說這是一個搶錢的舉動 由於港元與美金掛勾,所以將9400億港幣變成人民幣 就等於將1200億美金送給中共人民銀行 而香港政府沒有辦法控制人民銀行怎樣用這筆錢 除此之外,Mr.T 批評中共宣傳的人民幣國際化計劃失敗 中共大陸廠家寧願收海外買家的美金,都不想收人民幣 他質疑最近中國大陸有銀行禁止市民惡意提款 鼓勵善意存款,反映中國經濟已經乾了糖 而翻查資料顯示,在2008年12月19日 中共政府宣布在7個方面採取14項措施支持香港金融穩定和經濟發展 其中包括同意中國人民銀行和香港金融管理局簽署 貨幣互換協議 經過雙方進一步商定相關寫折後 貨幣互換協議在2009年1月20日簽署 在2009年時,貨幣互換協議實施有效期是3年 經過雙方同意便可展開,而所提供的流動性支持規模 就是2,000億人民幣或2,270億港幣 金融管理局於2009年宣稱,簽署貨幣互換協議在人民銀行和金管局 在現有合作基礎上,新增的一項貨幣管理合作機制 貨幣互換安排的建立有助於必要時幫兩地商業銀行設置另一方分支機構提供短期流動性支持 加強外界對香港金融穩定的信心,促進地區金融的穩定 以及推動兩地人民幣貿易結算業務的發展 另一方面,資料顯示,中國人民銀行和日本銀行 曾於2002年3月簽署中日雙邊貨幣互換協議 但後來中日關係惡法,在2013年9月協議到期後一直沒有續簽 在失態前,兩個國家貨幣互換的融通上限是3,301日元 在2018年10月26日,中國人民銀行和日本銀行 重新簽署中日雙邊本幣互換協議 規模是2,000億人民幣或3.4萬億日元 增加到5年前大約10倍,協議有下期是3年 經雙方同意就可以展開 在2021年中國人民銀行和日本銀行逐簽協議 規模維持不變,協議有下期是3年 經雙方同意就可以展開 中共宣稱協議有作維護兩國金融穩定 支持雙邊經濟和金融活動的發展 單新聞,盧寵某說7月15日起,居家隔離人士 需要帶上電子手環 大家知不知道電子手環是甚麼?大家看電子手環也有看過 電子手環是被釋籌者帶的 以及定位到這些中招人士的位置在哪? 他是否當香港市民是監犯? 義務局衛生署局長盧寵某昨天出席記者會 宣布由本月15日即星期五起,所有居家隔離確診人士 必須帶上電子手環,以便確保有關人士需要留在家坐牢 除此之外,核酸檢測陽性人士的安心出行將會變成紅馬 他們無法進入指定高風險的地方,包括醫院、院舍等 盧寵某表示,每日新增個案,近日徘徊在3000宗的高水平 由6月初到現在,因為染疫而接受治療的人士 超過300人增加至超過900人,預計很快超過1000人 其實這個數字一點也不多,因為英國更多 他們只不過大提小組用這些數字,打算將他正在做的事合理化 醫管局承受的壓力,他說會加大了 危桌和嚴重感亦由6月初的2至3人,上升至近日的雙位數字 其實現在這個數字也是非常低,他不要再誇大來說,去到恐嚇市民 公共政府只不過是疫情萬能卡,用疫情來鉗制香港人的行動自由 現在已經出了第一招了,用電子手環限制中招市民的出入自由 沒有香港市民是監犯? 這個數字是很著實的法庭案,食肆高層被勒索50萬 女被告說事主曾聲稱會養她一輩子,但玩完後便用粗口罵她臭嘟 已婚女子涉勒索連鎖食肆集團高層50萬案件在昨日區域法院續審 庭上透露,女被告被女警拘捕時,她在警戒下曾說 事主說會包養我一輩子,玩完後便說臭嘟 辯方透露,被告或出庭抗辯,案件今天繼續 拘捕女被告的黑警公稱,根據指示她在黃金海岸酒店 拘捕女被告黃莎莎,31歲 她為被告作出簡單搜身程序後便將她帶上車 辯方聲稱,她在乘車期間未有檢取被告的手機 直到回到警署會面室後才叫被告交出手機和解鎖 她查閱後便拿手機離開會面室 回到後便說她的手機已上鎖了,要求被告提供密碼 這個黑警不同意,又否認曾經刪減被告手機內的資料 被告黃莎莎被控上年9月10日至10月6日之間 在香港為洗自己或另一間獲益,或試圖令他人遭受損失 以恐嚇方式,不當地要求X交出港幣50萬 這件事的Juicy點就是關於這個女上司和職員的關係 連鎖食屎集團高層與女職員發展親密關係 更加每個月開房 但高層後來擔心如果事件曝光會影響公司 於是乎與女方疏遠了 女方更加涉嫌向高層索償50萬元 女方否認指控在高層作工時透露 這些食屎上年總共有12間分店 有零售店及批發業務 形象深入民心,更有上市計劃 而她與女被告交往後發覺對方死前爛打 認為她最終只想要錢,於是乎與她疏遠了 但女方便說她當她是雞,要求20萬,否則告她強姦 及後更加價至50萬,又指她拿走她的初夜 但高層翻查過女被告的李李 發現她報稱已經已婚了 男事主X就公稱她在工作時認識到被告 兩個人的關係比較其他同事比較密切 平時經常電話聯絡 直至上年2月10日,兩個人去到酒店吃飯後 去到酒店開房發生性行為 X離開時將5000元港幣放入被告手袋 被告沒有任何反應 被告上年3月辭職,兩個人每月都會去到酒店商會 X每次發生關係後都會給對方5000元 最後一次發生關係是在上年7月21日 這個男事主X就說她因為擔心兩個人的關係 會影響到公司信譽及家 所以要求被告不要公開兩個人的關係 並刪除了兩個人在WhatsApp 的對話記錄 但被告不肯 X就說知道被告會在她睡著時偷影她 又對她死前爛打 經常發短相說我是你的情人 你不理我,我很傷心 X就認為被告最終目的是索取金錢 所以打算疏遠被告 而X就說上年9月被告向她索取20萬港幣 否則便會告她強姦 令X的名字都沒有了 後來更加價至50萬港幣 X就覺得自己很大壓力 她又非常擔心一美以拖子決她處理 最終決定報警求助 X就指被告說她表示會包養她 X聲稱因為一次游車時 曾經跟她說過 你當我女朋友,我養你 X就指出被告當時回答她 我是你情人,你包我一輩子 即是包養我 X聽完感覆她 她說包養你一生一世坐的士 X解釋說當時兩個人都覺得很開心 很進取,覺得說什麼都可以 又指被告平時說多少次就當真 當我同意 而女被告就聲稱 我的初夜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你奪走我的柱等等 X就說被告在說謊 因為被告在履歷上報稱她已經結婚了 一宗新聞昨日和大家報道了 元朗有輛私家車撞完貓仔後不顧而去 今天就是跟進的消息 元朗14歲家貓拉仔慘死輪峽 貓主便 元朗14歲家貓拉仔 現在宣布已經死亡了 住在元朗濫堤中路的樓太 日前下班回家時 迎接她而來的不是貓仔拉仔咬咬咬的叫聲 而是還死街頭,口吐舌頭的屍體 她看見貓仔枉死,勢然要替她討回公道 看閉路電視片段後 竟揭一架私家車,把拉仔車載完後不顧而去 她覺得很生氣,痛心疾首,非常憤慨 她就這樣說,拉仔在你底下捐的 你還找後面的撈撈她?她就碎掉了 整個地面沒有血流的 到現在她不敢再看事發的片段 單單想回拉仔慘死的樣子已經在哭了 對於某民連日來的關注和憤怒 她覺得很意外和非常感激 在很多貨倉車場 經常見到有貓仔被車輛剪死或被狗咬死 但想不到同類事件發生在自己的貓仔身上 名喪輪下的拉仔在14年前元朗一間餐廳出生 負責人找人收養 劉太打算帶走兩隻,一隻不幸走失了 而拉仔就陪了劉太一家14年那麼久 當劉太說到拉仔時,就在哭了 她就說她很乖 愛貓慘死,一家人到現在還是非常傷心 有少少睡不著,養了她那麼久 我兒子還回來哭 劉太聲稱事發的路段是私家路 不應該有車輛出日 而住所周圍是有鐵絲網 不過拉仔偶爾會轉過鐵絲網的缺口 走到外面大小便 雖然劉太經常阻止她 但她的性格難舉 所以她懷疑拉仔事發時 是坐在路中心 華麗莎大便便 上星期四,7月7日下午4時多 她下班回家時 看到拉仔服屍在路上 相信死了幾個小時 她非常傷心 叫兒子翻查閉路電視片段去緝空 在頭我不敢看,第二天才敢看 不敢看她怎麼死 知道她死得很慘,舌頭伸出來了 劉太更加覺得司機行為非常不合理 認為要有個交代,不是這樣離開 劉太見到當時下午2時多,天朗氣清 她認為司機不可能看不到拉仔坐在路中心 而且並沒有向安做警告 即使司機看不到拉仔 亦不應該一下子撞上去 亦應該立即停車 你這樣撞到便宜一聲,是應該停車的 她在你底下捐,你還找後面的路 她便碎了,整個地面沒有血流 劉太就說她不要求賠償 只是想幫拉仔討回公道,於是便報警求助 但黑警多次聯絡車主協助調查,對方也不聽她的電話 後來影片在網上風傳,引起廣大的關注 網民誓言緝空,劉太對於這件事完全不知道 當她知道之後覺得很感激 值這個機會向網民多謝,劉太多謝你們 黑警表示,案發時間是今月7日下午3時 報案中,報案人是一個姓唐的女子,65歲 是攝氏的貓主 拘捕一輛私家車在元朗濫堤東路 撞到一隻貓仔後沒有停車,貓仔當場死亡 黑警經調查後,在昨天拘捕一個姓涉 43歲男子,涉嫌不小心駕駛,交通意外後沒有報警 以及交通意外後沒有停車,她報稱是做裝修工人 同日下午3時多,有網民在元朗發現,懷疑涉案私家車停泊在雙皇線 有黑警到場調查,之後私家車被拖車拖走,扣查 謝先生,你過馬路要小心點,小心被車撞死 這件新聞,我知道很多朋友都不喜歡買大陸的東西 甚至乎不買Made in China 的產品還要非常堅持 但我相信還有部分人士喜歡在淘寶買東西 這件事就是關於淘寶店家拒絕發發到香港 多位網民說有相同的遭遇,網民說這樣算不算歧視? 最近陸續有香港人在網上分享,說自己在淘寶落單被人拒絕 原因是因為淘寶店家拒絕香港人的生意 甚至乎直接了當說明是香港海外也不派 更要求香港人自己申請退款,令香港人無奈地嘆氣 便說,唉,這算不算歧視? 近日有網民事主A在Facebook發表文章分享淘寶購物的經歷 他說日前在淘寶想買藏粒時,視訊店家了解貨物的詳情 期間視主A透露自己在香港,店家知道後馬上就說 算了,香港的就不發了,你們那邊最喜歡買的東西還給差評 你去第二家買吧,令視主A就覺得很不開心 這次淘寶店家拒絕送貨去香港的個案,有網民問視主A對話的截圖 指責問題是出於視主的意圖太多,煩到一個極點,我寧願不做你生意 就是樓主這些麻煩客搞臭香港的賭 如果我是賣家,我都覺得你麻煩,香港人倫略到這樣,你應該有份造成的 看回視主的截圖,真是蠻麻煩的 他那些東西問得很仔細,例如問他是否100%純棉 他亦強調,我不要水洗棉,磨磨棉和混其他纖維的質地 他要求多多,問很多問題就是,他的床褥高度是25公分 你便會幫我讀一讀,你這個床鋪可不可以放到我床底? 他問到這個地步,對方也不回覆他,他便出了一句 因為我這邊是香港,如果買錯了便不能退貨 店家立即很快地回覆他便說,算了,香港的便不發了 你們那邊最喜歡買完東西,還給差評我們,你去另一家看看吧 也有網民很忠肯地說,這個是有問題的商家 你必須慶幸他不做你生意 他明知道自己的品質和質量有問題,而有自知之明 這個商家擔心你收到課後非常失望,而被他差評 所以他直接跟你說,不做香港人生意了 那支圖放上群組那裏,留言則質疑相關安排算不算歧視呢? 有網友便這樣評價,這個評價我便很認同 他便說,不做你生意便說別人歧視你,香港人真是世一 不少香港人經常覺得世界要圍著香港轉,真是忽上腦 也有很多網民在留言分享個案,便說很多淘寶商家支援香港派送服務 雙方各持幾件互相討論 之後有網民綜合個人經驗,便作出了分析 便認為主要原因是因為責運弄爛的東西便不認數 貨物去到香港後破壞了,香港人便給店家差評 淘寶店家難免對於香港訂單覺得反感 不應該放大審視個別個案,並且把它定義為歧視 我真是覺得香港人非常玻璃心 移民去外國或未移民去外國便說外國人歧視他 現在你在淘寶買幾十元,便說大陸人歧視他 好心他們吧,你真的買幾十元,這間不運,便去另一間買過 淘寶那麼多店家,不需要那麼執著 浴跌便去歧視那裏,假裝弱者 所以某程度上,我覺得香港人很多人的性格真的很麻煩 有關這些生活的細節,我有空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就是這麽多,明天見,拜拜!